老婉 总共是20块钱 发生什么 给钱 我没有带老婆 你给吧 你给你给钱 没没没没 你老公要你给钱不 20块钱 但是我没钱 没钱 是啊 那你老公走了 那没钱怎么办 那我的猪肉呢 拿回来给我 哎 大哥 那你想办法让老公拿钱过来吧 想办法我 我怎么想办法他都走了 我怎么想办法 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都有 你还亏驾他这种男人 你要保证我会幸福的 美女 我劝你 还是想办法把钱给我吧 不然的话 这个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哦 主要我 想办法怎么想啊 你叫我怎么想 我不给我了 你可不给 没有钱啊 怎么给 不给 不给 哎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你老公那么渣 那么容易抛弃你 以后也不会给你幸福的 你不如跟着我吧 这20块钱猪肉 顺免了吧 行 跟着你 我以后每天就 有猪肉吃了 天天吃猪肉 天天给你吃沙水 行行行 那我就跟你吧 行 那我就跟他分了 你啦 跟我 好 那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网游 网游啊 一看你 就是配我这种 锅镜 我叫大头 其实呢 我也喜欢看那个 社交新丛专的 特别喜欢那个锅镜 还有那个网游 他们在一起 相信呢 以后跟着我猪肉了 会早上像他们一样 幸福的生活的 他这种男人 我呢 现在马上跟你去 跟他挑明了鸡马炮 马上离婚 好 走吧 来 我推出猪药 这个猪药 我叫我的姓童 帮我爸 等我等 我已经跟他离通了 以后我们的生活 肯定是很美好的 天天带你去 才挺脆呀 原来你在这里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你验错人了吧 还验错人 拉拉扯扯我老婆干嘛 就是 是 哪个是你老婆 她是我老婆 你给我放尊重的 她真是你老婆 对 就是我老婆 卢甲包 那就行了 花钱我五万块钱 对 你帮她玩 哎呦你妈 你真的欠了五万块钱啊 是啊 你想知道 她怎么欠我五万的吗 怎么只欠的 看你是她老公呢 你应该也是个井底之蛙 今天让我告诉你吧 她五年前借了我五万块钱 啊 说去做什么生意 然后呢 然后呢 经我打听的七七四十九个人才知道 好吃懒做又好赌 甜甜去打麻将 越不归宿 那个是以前的事老公 以前的事 她那个前夫就对她了油足这样 你呢 就是个结盘侠 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你是要老公 你必须赔给我 哎呦你妈 哎呦老公你听我说 我现在不是这样的了 我已经改过来了 你等等 虽然说你跟你之前那个老公 领了这样 离婚了 但是你跟我没领这样结婚了 哎呦 目前就要老公上岛 大哥玩 大哥大哥 这个五万块钱 你先回去 我们想想办法 吃点再干嘛给你 是啊 哎呦 你相信我 我说话他一定有多大 你说话算数啊 我说话算算我的数 他说话你算他的数 你说话算你的数 他说话算他的数 哎呀你缓缓 缓缓 不着急吗 你这样子逼死人了哦 是啊 你给我们几天时间吧 还可以 给你三天最多三天 好 可以 只要你离开就可以了 我看你那么好心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了 不只欠我 还欠了好多人的钱了 哎 对对对 这个秘密问 这个秘密 我要问你 你问你 我要问你啊 他这个秘密说的好吧 但是我要问你啊 你还欠了多少个人的钱呢 八个 八个 凭准你一个人欠多少钱呢 三到五万 三到五万啊 哎呀这个倒好解决 五八四十万 嗯 啊 行吧 咱们现在就结束我们这份短暂的爱情吧 你去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木桥 各自安好 各部相见 拜拜 那不是有不同小麦 等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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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